HELLO 大家好,我是Jimmy,欢迎来到我的频道 那么在今天的视频里边呢,正如大家在片头中所看到的 我呢会跟大家来讲一讲莱卡的黑漆 那么首先呢我们会来简单的聊一聊莱卡黑漆的历史 那以及呢我会给大家展示一下我现在手边拥有的这些莱卡的黑漆的机身 顺便呢也是跟大家来讲一讲每一代的这个莱卡M的机身呢 有什么样的一个特点 好,那么话不多说,我们现在开始吧 那么讲到莱卡的黑漆呢,可能大家会想到的就是这样一台斑驳的机器 它上面呢有着这个沉淀了历史的厚重感的黑色的涂装 以及呢会有着非常漂亮的这个金色的黄铜呢点缀在这个机身上 那首先呢,大家可能不知道莱卡最初的这个机器啊 它默认的涂装就是黑漆 直到上个世纪30年代呢,莱卡才是给消费者提供了银格的这样一个选项 并且呢,在选择银格的时候还要加上一定的费用 因为它相对于黑漆来讲呢,是比较新的一个技术 因为大家都知道啊,黑漆呢,非常容易剥落 而银格呢,可能在使用很长一段的时间之后啊 还是和新的一样 但是可能大家都没有想到 在这么多年以后的今天啊 反而是被莱卡一直觉得有瑕疵的这个黑漆技术啊 更受到大家的追捧 那黑漆之所以会受到这么多人的关注呢 我觉得一个主要原因也是因为啊,大家都会有着这样的一种浪漫主义的情怀 就是觉得自己可以和这个相机啊 一起去走过千山万水 经历这个世间百态 然后呢,一起慢慢变老的这么一个过程 那黑漆的莱卡机身呢 它仿佛就是这样的一个时间和历史的容器啊 那把你和你相机的故事呢 全部都写在了里面 那另外一点呢,就是这个黑漆机身的稀缺性了 那据说呢,就比如说我手里的这一台像莱卡M3这样的机器呢 在当时啊,只有被大众所认可的摄影师或者记者呢 才能去啊,订购啊,这个黑色涂装的莱卡M3 普通的消费者呢,可能只能买到这个银格的M3的机器 那根据大家现在网上可以查到的 也是莱卡官方所认可的这么一个列表呢 一共有1320台M3是黑色涂装的 那其实呢,在二手市场上大家可以买到的黑漆M3呢 是不止这个数字的 为什么呢? 那我们现在看到的在列表里边的M3呢 都是百万号段以后的 那可能大家不知道在百万号段以前 就是九字头的这个莱卡机身上呢 也是有黑漆的 那么据说呢,是有90台机器啊 是当时客户专门定制的 而且是弗尔双波的这个黑漆M3 那它价格呢,自然是比后边这些机器更高的 那我像我手中的这台M3呢 是列表里边可以查到的 应该是第三批次的这个黑漆M3 那黑漆M3呢,批次越早 它的价格呢,也是越贵 那我觉得大家如果是想要有购买黑漆M3的这个需求的话呢 我个人觉得没有必要去追求这个批次的早鱼丸 能够找到一台状态相对较好的 然后没有就是大的磕碰的M3呢 已经是万幸了 因为大多数这些机器啊 就像我前面说的 都是在被记者包括摄影师日常使用的 那自然呢,它的这个橙色就比较战斗了 好,那么讲完了这个M3呢 那我们再来讲一讲黑漆M2 那这个M2呢,其实跟M3区别并不大 那当时呢,来卡也是为了降低成本 然后呢,能够让更多的摄影师有可以去购买这个M系列的相机 所以说它是推出了这个M2 但是撇开这个讲法 从今天反过头来看的话 我相信可能更多的人是更青睐于M2这样的一台机器 因为首先呢,它和M3不同 它有35、50以及90三个框线 那么在镜头选择上呢 要比M3啊更多了一些 那么M2它这里多了一个拨盘 因为它的这个计数器啊不是自动归零的 需要你手动的去调整 除此之外呢,我觉得在做工和实际使用感受上 和M3是没有太大区别的 那它们都是全金属的,用到塑料部件最少的 也是做工最考究的莱卡的M机身 那HMR呢也是有不同版本的 比如说它有早期这个没有自拍功能的 以及它这边是回片是用按钮而不是这个拨杆的 那相对来讲价格可能会更高一些 但我的建议呢,是如果你想去购买一台HMR的话呢 我觉得没有必要去追求这些 因为首先啊,我们讲这个回片的这个拨杆是 就是在按钮基础上的一个感进 大家都知道这个按钮用起来非常麻烦 你需要在回片的时候一直按住它才可以 那这个拨杆呢,它其实是做了一个升级 和M3一样啊,用起来会更方便一些 那还有呢就是因为它在之前的属性和M3是一样的 都是被日常使用的这些机器 所以我觉得大家能够找到没有重大磕碰的这个机身 我觉得就OK啦 好,那么讲完了M2呢 我这边再讲一讲这个黑漆的M4 可能你会觉得这不是一台银色的M4吗 没错啦,因为我的黑漆M4还没有到 那么其他都是一样的 就是M4跟M2以及M3相比呢 它是做出了最多改进的这么一代莱卡的机身 首先呢,它和M2、M3不同 它采用了一个快速的这个上偏装置 你就不用把里边的这个我们讲这个Film拭给拿出来 然后装上胶卷再放进去 它直接就是上卷,勾住之后呢就可以了 那除此之外呢 M4也是采用了这个更加快速的这个回片装置 和这个使用起来更加舒服的这个过偏的把手 那这些改进呢,好与否我觉得就见仁见智了 就好像我自己其实这三个改进我都不大喜欢 为什么呢 我们首先来讲一讲这个所谓的快速上偏装置 如果大家有用过这个装置都知道这个东西很容易失误 如果你没有确保它的这个胶片卡到这个齿轮上面的话 很有可能你一卷拍下来就是空的 那来讲这个快速回片 确实它的速度啊,会比我们传统的这个 MRM3上的这个拨盘会快很多 但是它也有不少的缺点 首先一个就是,至少我在使用它的时候 感觉用起来手指非常的痛 这个卷完一偏感觉这个手指都已经废了 还有一点就是它比较的不那么牢固 感觉这个部件呢,比起之前的这一整块的这个金属啊 又是多了那么一点点这个松动感啊 包括这个像回片上的这个塑料 我觉得都不是那么的好看 那从做工和用料上来讲呢 M4还是相对不错的 因为包括像它后面的这个转盘啊 以及基础漆啊都是金属的 那关于M4黑漆的这个数量跟数目呢 这边就比较特殊了 因为我们知道啊 呃黑色的M4除了有这个黑漆之外 还有黑格的存在 那么如果你去查询这个莱卡官方的资料的话 你可能只能看到黑或者是赢这两种不同的颜色的区分 但是你具体很难去分辨 诶到底这个编号是黑漆还是黑格 那么普遍呢认为就是在莱卡M5的生产周期 开始之前的这个黑色的M4呢 它都是黑漆的 因为我们知道黑格是在莱卡M5之后 才推出的这样的一种涂装的选择 那么在M5遭受到了市场的挫折之后呢 莱卡是重新投入生产了这个M4 那所以在之后生产的M4呢 它应该都是黑格的这样的一个涂装 那这一点大家也是需要去注意的 那这个黑漆的M4呢 在目前二手市场上的价格 对于M2M3来讲还是要亲民不少的 当然了在最近半年里边呢 它也是一路疯涨啊 那如果大家选择购买这个黑漆M4的话呢 和M2M3不同 你还是可以找到一些橙色比较好 甚至是完全没有露铜的这个M4的机器的 那还有一点值得注意的就是 和M2M3不同 M4的它的这个装肩带的这个部分啊 它是银色涂装的 而不是黑漆 所以呢 从整体的外形上来讲 我个人觉得跟M2M3还是有一些差距的 好 那么接下来呢 我们来讲一讲莱卡的M6 那说起黑漆的M6呢 我觉得故事就比较多了 可能啊 那莱卡也是觉得黑漆的 莱卡机身非常的豪迈 所以呢 到了M6这一代呢 所有的黑漆的机身 它都是要么就是限量版 要么就是纪念版 比如说哪里的皇子结婚啦 哪里通了一座桥啊 它都要去做一个限量的黑漆版本的 这个M6的机身啊 就导致现在市场上的黑漆M6的版本 是非常非常多的 那我个人觉得比较值得收藏的呢 一个就是我手上的这一台 千禧年包括NSH日本特供版本的 莱卡黑漆的M6 那它呢 有几个特殊的地方 我待会会讲一讲 还有一台呢 就是LHSA莱卡历史协会版本的 它有一个黑色的莱卡可乐标的 那台M6呢 也是我个人觉得比较值得收藏的 好 那我们来讲一讲我手上的这台 那它和常规的M6比起来呢 有几个不同地方 那也是因为我手边没有拿这个M6的机器啊 所以我们拿这台M4来做一个对比 那首先大家可以看到的是 常规M6的过片以及回片呢 都是跟M4上面一模一样的 那这一台M6呢 它采用的是M2 M3上面的这个 比较传统的这个慢速的回片 以及呢这个全金属的过片 那这一点我个人是非常喜欢的 因为我觉得明显它们会更加的好看 那还有一点呢就是 这是一台TTL版本的M6 那我们可以看到它的这个快门的波盘啊 是跟现在的数码机器一样是比较大的 而且呢它的方向也是跟小盘的M6相反的 那这台机身我觉得最特别的一个地方就是 其他所有版本的莱卡 除非是你自己定制的这个阿拉卡特的版本啊 要么它有这样的一个经典的莱卡的名文在机身上边 要么它就是有一个红色的可乐标在前面 那只有这台机器呢 它是同时拥有上面的这个名文以及前面的这个可乐标 所以我觉得是非常有意思的一台机器啊 还有一点就是我们可以看到这台M6 它边上的这个呃就是装相机肩带的这个部位 它也是黑漆 并且呢也是会露铜的 呃我觉得这一点非常的棒 那么常规版本的M6跟前面几代莱卡机身相比啊 它的做工是缩水了不少的 包括很多的塑料部件的应用 以及里边的一些装置的简化 这个都是大家可以呃很轻易的看到的一些变化啊 那我觉得这个限量版的黑漆的M6呢 相对来讲啊 在做工方面会好一些 但这台机器同时还要注意的一个地方 就是它的取景器非常容易起雾啊 所以你如果在选购的时候一定要检查清楚 它的取景器是否是清晰的 它还有一个特别的地方就是 跟大多数的这个黑漆的M机身不同 它的这个计数器里边的指数啊 也是黑底白字的 呃非常的漂亮 好那么讲完了M6呢 我们再来讲一讲现在目前在产的 也是大家可以买到的最便宜的这个黑漆的莱卡机身 也就是莱卡的MP 那这台莱卡MP呢 我个人其实觉得是最好用的莱卡机身 首先呢是因为它和M6一样都有测光 这一点我觉得就不用多说了 那还有呢就是它使用的是传统的 呃M2 M3上面的回片和这个过片的把手 然后呢它的这个取景器又是抗炫光的 这个比起M6来讲又是一大提升 所以我觉得MP真的是一台极大成者 并且呢你只要花费比银色可能多几千块钱 就能买到这样一台全新的黑漆的莱卡机身 呃所以我自己呢使用最多的也是这台黑漆的机器啊 但是需要注意的一点是 呃莱卡的MP包括像前面这一台 呃千禧年或者是MSH版本的 呃M6呢 它的这个黑漆的涂装跟前面老的M2或者是M3这样的黑漆 是有些不同的 那么据我所知呢 那莱卡也是为了让大家可以更快的体验到这个路筒的感觉 所以说呃它的这个漆面啊 比起之前的黑漆是要薄一些的 那导致的一个直接的结果呢 就是它非常容易出这个发丝纹 可能你还没有路筒呢 但是你的机身已经就是伤痕累累了 但是我觉得也不用在意啊 因为这个黑漆的机身它就是这样子 你越用它它越旧 然后呢就到一定的程度 当你有黄铜开始展露的时候 可能它又变得漂亮起来了 但是非常搞笑的是哦 在现在市场上像M6啊 包括MP甚至M4这样的 你还能如果还能买到比较新的这种 没有路筒的黑漆的机身的话 呃反而是这些没有路筒的机身 会价格高于已经路筒的机身 呃可能大家的想法就是说 最好是我自己去把它用路筒 这样的一个情况吧 呃但我个人其实不太会介意说机身是否路筒这一点 因为迟早它都是会录的嘛 好那么接下来我们来讲一讲 呃另外的两台机器就是 莱卡的黑漆的数码机器 那首先是这一台黑漆的M9 呃黑漆的M9它的这个漆面的涂装 呃又有些不同了 它采用的是 呃比较有磨砂质感的 呃很明显反光比较少的这个黑漆 当然我这台是因为呃贴了这个保护膜 所以说看起来会反光更强烈一点 那M9呢在这里我也不多赘述了 因为我在前面的视频中也有讲过啊 它是一台非常特殊的莱卡的数码机身 因为它采用的是这个科达的CCD的传感器啊 那这样的一台数码的机身呢 如果大家去网上找一下的话 也是可以呃非常漂亮的去路同的 那这台机身呢 很明显跟我上面所有的其他机身比起来都要厚不少 那包括M240也是啊 那数码的这个莱卡黑漆的机身呢 跟之前胶片比起来就不太一样了 那你会发现在二手市场上面 这个银格的机身的价格和黑漆的价格 呃几乎是一样的 所以说我觉得如果你从性价比的角度去考虑的话 可能去买一台黑漆的240 或者是M9来体验一下这种路同的感觉呢 是最划算的吧 好那么这边最后一台我要讲的机身呢 就是这个莱卡的M10P的黑漆的特殊版本 那么这台机器呢 它其实是一个限量版 呃据说会产出一共2000台左右啊 那么这台机身呢 我觉得是莱卡数码机身的一个极大成者 那首先呢它是把这个数码的机身啊 做到了和M2 M3一样的这样的一个厚度啊 我觉得这一点是非常非常了不起的 那其次呢 它在这边是加上了一个ISO的波盘 也是模仿了这个在胶片机身上的这个回片的这个波盘 我觉得这也是非常棒的一个设计 那还有一点就是这个黑漆的呃M12呢 和黑漆的这个M9呢又有所不同了 因为它的漆面呢是和MP完全一样的这种呃亮面的 而且是漆面比较薄容易快速录同的这样的一种黑漆啊 呃喜不喜欢我觉得这个就见仁见智了 但是在我个人来讲的话 我自己还是非常喜欢这一台黑漆的M12的 因为它真的看起来非常的漂亮啊 而且呢细心的玩家也会发现啊 它是第一次在M6之后啊 重新使用回了这个恩斯特莱茲的这个名文在上面 而不是这个我们可以看到的 比如说在M9上面的这个 Like a Camera这样的一个名文 呃 好那么在讲完了 也是看完了这么多的莱卡的黑漆机身之后 你有没有被种草呢 那么如果你想入手一台黑漆的M机身的话 呃我这边给到的建议就是 如果是胶片的相机 那么最值得入手的就是莱卡的MP 如果是数码机身的话呢 那我觉得M12的Blackpaint 以及呢M9或者M240的黑漆都是非常值得入手的 因为它们的价格呢都不会比普通版本贵上太多 那如果你要去购买像莱卡M2或者M3 甚至是M4这样的黑漆机身的话 那我能够给到的建议就是一定要趁早 因为黑漆的价格据我近半年来的观察是一路在疯涨啊 呃我不知道这背后的原因是什么 可能是有人说商家在炒作也好 那可能也是疫情的原因大家都出不去家门 那么对于器材的这个渴望也是越来越强了 所以呢买黑漆真的真的一定要趁早入手 看到合适的就不要犹豫了 好那么这期视频呢就先到这里了 首先非常感谢大家对我一路以来的支持 那么也是希望你们能够继续支持我 让我能够有动力做出更多的视频带给大家 喜欢这期视频的话请给我点个赞 然后呢分享给你的朋友 让他们也可以看到这样的内容 好那么我们这一期的视频就到这里结束了 我们下期再见了拜拜